一人小猪罗志祥在前女友周扬青揭发爆料私生活丑闻之后 身影了24天 经纪公司证实他已经在今天早上回到了台湾 罗志祥其实在7号的凌晨3点时 才突然在抖音上留言说 感谢死忠粉丝的加油打气请等我回来 没想到在今天早上他就火速从厦门搭击返台了 入境之后也直奔台北的住处来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 外界一度猜测他将会寻先前陈冠希的模式 来开道歉记者会 不过经纪公司发声明澄清 说感情是艺人的私事 不会再有记者会也不会再全程对外回应 粉丝抖音上制作影片为小猪罗志祥加油打气 没想到身影多日的小猪竟然亲自留言 粉丝喊话罗志祥不一定要逆风翻盘 但一定向阳而生等你回家 结果小猪凌晨3点在网路上现身回应说 谢谢你请等我回来 引起不少粉丝暴动 前女友钟阳青还被发现 也上去按赞 但又秒说回 罗志祥被周阳青毁灭式的爆料形象一败涂地 在回应完粉丝的回家说后 果然8号就搭乘 早上8点45分 从厦门起飞的厦门航空MF887班机 奔回台湾 10点25分落地出关后 就直奔台北住处 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 其实罗志祥爆发丑闻后 在中国几乎遭到封杀 原本极差的节目 这就是街53导师位置 外传将被中汉良取代 节目创造营2020挑战极限6也传出 全被提出主持阵容 损失粗估台币5亿元 外界原本猜测 他将循陈冠希模式开道歉记者会直写 但经纪公司发声明回应 感情是艺人的私事 除了之前已经公开的道歉说明外 不会举办记者会 更不会再针对此事做任何公开回应 罗志祥分回台湾必封头 下一步怎么走 大家都在关注 接下去签过投稿